二百三十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資本市場需要改革行李 2015年7月10日頭版01頭條週四 中國證券市場又仍來罕見的一幕 除了少數大藍籌股之外,其他可交易股票和產品均以漲停報收 判斷市場開始亦轉為時尚早,但市場做多氣氛已經濃厚 尤其是散戶情緒轉為樂觀,這樣普漲的日子不會太多 底部的構築必定會漫長並以結構性分化為基礎 此次股市的上漲原起人們給予改革過高的期待 但激進的投資者通過桿桿,過度利用和投資料者需要時間釋放的利好 因此說,市場炒的是改革預期 並因為過於激進的投資調未來幾年的改革紅利而製造了泡沫 隨著股市逐步企穩,槓桿也隨之大幅削減 市場又回到了原點 慘利的槓桿過程是市場內生的動盪 但外部的改革進程並沒有發生改變 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改革必然會加速 比如國企改革可能會很快大規模展開,在亞投行 私勞基金等授備完成之後 一帶一路戰略相關項目也會陸續烤 F政府對創新與新興產業的支持持續增加 新興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也在上升 這些重大改革以及經濟轉型必然表現在特定企業的成長性上 因此,此次股市下跌讓很多具有投資價值的優質公司浮出水面 資本市場既是資源配置的平台 也是居民進行資產配置的地方 經過這次大起大落,很多人指責中國人過於投機才會出現這種現象 事實上,的確有一些機構或個人已過高的槓桿想一夜暴富 但大部分散戶只不過是想分享中國經濟成長與轉型的紅利 對他們而言,儲蓄收益太低而且也沒有其他財產性收入來源 除了住房,幾乎沒有其他資產配置的渠道 因此,不能指責中國散戶貪心 而是應該凡事為什麼不能為企業和投資者提供一個更好的資本市場 當前的股市震動與實體經濟沒有太大關聯 完全是其內生性的市場波動 但是,實體經濟的走好必然表現在無數公司的業績以及股價上面 從而為股市泛榮提供支撐,中國經濟正在結構優化 而且逐步降低槓桿以避免系統性風險 再加上全面改革的實施,從長遠來看,具有再次起飛的基礎 而改革是中國經濟轉型成功,資本市場泛榮的基礎 此次正勸市場的動盪不應對改革產生衝擊 相反,要逐步釋放出可以收穫的改革行李 既有利於穩定增長,也有利於投資者 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為經濟轉型服務 但是,一個由靠流動性以及如期支撐的資本市場是脆弱且不穩定的 這就需要我們不僅要立新、增量、環繞勇於破舊、存量 現在立新領域出現泡沫,主要是破舊還不夠徹底 中國應該此事不如地推進經濟去槓桿化過程 逐步淘汰過盛產能,通過兼併重組以及國企改革 讓傳統企業也換發生機 而不是讓投資者只能選擇那些數量有限的成長股 炒作改革預期,想要避免股市產生泡沫 需要對經濟進行大刀斧斧的改革 讓整個經濟高質量地增長